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这里的热闹非凡 又重新点燃了这座城市的热情 德福香 这个京城味十足的名字 不是绸缎庄 更不是点心铺 而是年轻人的宵夜聚集地 夏天来了 然后几个好朋友 然后一起撸个串喝个啤酒 我觉得才是合肥夏天正宗的一个配方 反正好吃 你看看鸡爪我三天不吃都响的话 撸出来两天不撸也不行 是怎样的魔力 让食客着了迷 这个浑身散发着大老气质 手拿烤翅当兵器 就是德福香的老板 妙伟伦 好的 吃好菜 你三年就烤一段时间 最早叫鱼板门烤吃 后来也是一个名人 名人去了以后 你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为什么没有个名字呢 我鱼板门烤不就是名字 鱼板门是个地名 它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品牌 它那时候给我们灌手的品牌思想 所以它就把我们取了一个叫德福香 这是老庙在合肥的第一家店 也是这把从京城得来的兵器 陪着它过五关斩六将 蜜之鸡翅 德福香的招牌 老庙北上学艺 学成归来的得意之作 研制的秘诀只有自己知道 学徒们只需要把握好 与时间的按通缓取 与温度的耳边丝膜 甜中带香 外酥里嫩的口感 最终带来的美味 让人欲罢不能 这种烤吃的话 就是甜甜的 就是那个肉也是很嫩嫩的 就反正还蛮好吃的 挺嫩的 好吃 酸哦 如果这里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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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不知道吃啥 选龙虾永远不会出错 夜晚正是上课高峰 老庙仿佛久经风浪的船长 老庙仿佛光机 老庙仿佛光机 也是老庙对食客的交代 说到四川 你能想到什么 麻辣鲜香的火锅 还是人手一只的熊猫 我是09年到合肥的 到合肥已经13年了 为什么开这个小面馆呢 是因为就是想让更多的安徽朋友 能吃到我们这个正宗的一碗小面 让大家都能吃到四川的这种特色面条 老陈 正宗四川瓦尔 及高级火锅调味师 中国烹饪大师等一众头衔加身 在川菜界出类拔萃 却来合肥开了家小面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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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 老吴 ores 小 swapped 座 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江湖里闯荡出来的厨子 必有绝招 不新鲜 不能用 坚决不能用 这是老陈的师傅 亲传的刀具 这么多年来 老陈一直完好保存 牛肉的改刀过程 丝滑无比 大块牛肉粒 与川味豆瓣酱的相遇 麻辣滋味若隐若现 麻椒 花椒等香料的使用 更是到了极致 红油香 牛肉香 葱花香 香得一张 这碗牛肉面 俗福餐咯 在川鱼 能与重庆小面相比 间的 自属一边燃面 而一边燃面的灵魂 在于肉末 小面煮熟 捞起甩干 花生碎 增加香气 铺上一边的小芽菜 新鲜出炉的肉末 紧随其后 一碗地道的 一边燃面 就做好了 这一碗下肚 花絲得办 中午闲暇 陈师傅 如数加征地向我们展示 身为川菜大厨的证据 胡大师得的奖 小金人 这个是咱们川菜老师傅 记忆研习会 总会给我们安徽分会 颁的证书 没关系 您接下来 我们下来 监费 我们下来 这一碗下来 只能与你 这一碗下来 我们下来 终于像 那小芽菜大厨的证据 小芽菜大厨的证据 战争 我们下来 一碗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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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川鱼两地的这种餐饮文化把它带过来 让更多的这个川外的朋友们能享受到我们川菜的这种经典和美味 身在一乡飞翼客 当热情似火的川鱼遇到温婉如水的河飞 却也心甘情愿 又于人间